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这两年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忙 对她的关心也少了一些 她开始不信任我了 总是翻看我的手机 每次回去都质问我在外面干什么呢 跟随一起 甚至跑到公司当着客户的面 大吵大闹 我越来越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 感觉她就像变了一个人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呢 以前的她对我百般照顾 惜之入微 但是近两年来 她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了 还经常被她嫌弃 甚至都不愿意把我接到给她的朋友认识了 难道是觉得我丢她的人了吗 现在我们也有自己的宝宝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该怎么办呢 你开始嫌弃我了 我们的婚姻如何为继呢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田先生 38岁来自四川个体 女嘉宾董女士 28岁来自湖北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有请 两位有请 欢迎来 谢谢两位 小片里说有身孕是吗 几个月了 才刚刚怀上一个多月 你坐一下好不好 可以 谢谢 给你弄个凳子坐好不好 来 工作人员拿一个凳子来 马上坐着吧 谢谢 好 结婚几年 结婚三年了 谈恋爱呢 我们谈了两年 咋一点不高兴啊 因为她老是在家里面怀疑我们 自从结婚以后嘛 也没有让她在外面去上班 然后我自己在外面做生意 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 回到家里面还要面对她这种 无羞耻的这种怀疑啊 质问啊 就是问你 你在外面是不是又跟哪个女的 在一起 有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一些事情 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做对不起的 怎么老这样啊 其实说我 你觉得她嫌弃你啊 其实是我要来的 我觉得我跟她的生活是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过不下去了的感觉 哦哦哦你说说是怎么个复杂法 我跟我老公从一二年就认识了 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当时她正在创业初期 那个时候虽然艰苦 但是她非常上进 懂得也比我多 因为我刚出社会嘛 我对她也是比较崇拜的 我觉得跟着她肯定会很幸福的 所以交往了两年多的时间 我们就顺其自然地结婚了 但是这两年来 她的生意稳定了以后 回家就越来越晚了 而且对我的关心也越来越少了 几点回家 都是12年以后 也不关心你了 对 你是在家里 但是在外面忙嘛 确实外面有时候陪客户聊天啊 吃饭啊 谈事情的 因为你也知道 在外面有十几家店啊 有些很多客户要去维护啊 你做什么生意啊 服装生意 多少家店 有十几家吧 哦 因为她工作 生意比较稳定了以后 我就没有上班的嘛 我就觉得我在家里闲得慌啊 哦 就经常给我找一些事做 然后别人请她就喝喝茶呀 什么的 她就要请别人吃个饭 而且非在家里请 通常都是 每次一个电话就打过来 晚上我们六点钟 有十个人要过来吃饭 你赶紧去菜场买菜 每次这样都不跟我商量 像命令奴隶 命令那个保姆一样的 哦 你说她不尊重是吧 每次在家里本来休息都好好的 还要顶着大太阳跑去菜市场 你知道十几个人的菜 大包小包的 她也不会提前回来帮我个忙 哦 你可以打第一啊 那我好不容易弄到家里面 在厨房里面忙两三个小时 你都不进来帮我一下来 请别人到家里面来 你自己把别人晾在一边 这样对别人感觉也不好啊 你再说你这厨房里面 要是忙不过来 你可以说一声呢 也可以帮帮忙啊 也不是说不帮忙啊 这个是经常吗 对啊 就是在你们家里面 请客户是一个常态化的事 是这意思吧 就是隔几年就是这样 他就是客人走了以后 他也不帮我收拾啊 我每次都要一个人 收拾到半夜 才能够把它收拾干净 真的是很累很辛苦的 你也知道辛苦 我在外面 我把朋友客户 请到外面酒店里面去吃饭 你又不放心 你一个电话一个电话 再打过来 然后搞得我在朋友面前 一点面子都没有 那至少朋友请回去 你要给人家介绍一下呀 你是不是就觉得 我现在长胖了呀 形象不好 跟你丢人的吗 他有一个朋友 我在厨房里面 正在做饭嘛 他看我一个人在忙 他竟然跑过来 问我是不是他们家保姆 你说当时 作为一个老婆的话 被朋友取消成保姆 你觉得我心情很好吗 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只有跟他说 你开玩笑吧 我长得像保姆吗 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而且我请别人 在家里面来吃饭 之前也跟别人打了招呼的 我跟他们讲 我说家里面就我老婆 一个人在家 然后老婆做菜都蛮好吃的 到家里面去 吃吃家常菜 感觉也蛮好的 我特好奇就是 他们客户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 你上桌吗 我正常在厨房里面忙啊 而且人又多 一桌子都坐不下嘛 我哪有机会去出去了 那他有叫过你说 老婆过来 跟大家喝杯酒吗 他从来都不会的 为什么不呢 我觉得他在家里面 也不化化妆啊 然后自己平时在家里面 要么就玩手机 要么就看一些泡沫剧 要么就在家里面睡懒觉 就不失进取的那种 肚子饿了呢 自己也不在家里面 做做饭 总是在外面买一些 什么垃圾食品 什么方便面啊 什么饼干之类的 然后长得这么胖 他总是挑剔我这 挑剔我辣的嘛 你确实是嫌弃他胖了吗 我就是说 因为他现在也怀了宝宝嘛 胖了对孩子 这个身体也不好嘛 对自己身体健康也不好嘛 我就是提醒他一下 可以在外面去锻炼一下呀 或者说公园里面 去走一走啊 心情也好一点嘛 然后这个 也注意一下形象问题嘛 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有什么地方嫌弃你吗 我觉得他 经常在他朋友面前 就是很侵蚀我 你说人家 说我是保姆是开玩笑的 但是他有的朋友 真的是把我当保姆指使呀 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 就是住在楼上面 经常跟他一起去打货呀 或者一起出差 就关系比较好 只要我在做饭 只要他在家里 他就给那个女儿子打电话 让人家下来吃饭 有一次他又把那个女儿子 叫下来了 我还在厨房里面忙 还在准备菜 他们两个在客厅里面 玩手机呀 聊天呢 就让他们在外面 等了二十多分钟 那女儿子就蛮不赖烦的 跑到厨房里面说 你搞快一点的 大家下午都还有事了 当时我就特别生气呀 他还帮着他朋友说话 说我甩脸色给别人看 在外人面前 我不说你说别人了 而且别人也是 我们生意上的一些合作伙伴 要是把合作伙伴得罪了 我们以后生意怎么做 你就觉得你就是一天到晚 在家里面学着没事 然后就是小题大做的 就有时候他在家里面嘛 朋友来了 他也不去招呼一下 就像上次一样的 我请个朋友 到家里面去喝茶 谈点事情 他本来是坐在那个客厅里面的嘛 看到别人进来以后 然后招呼也不打 起程就跑到房间里面去 把那个门摔得碰了一声 你当时有风嘛 这个怪我嘛 搞得我那个朋友 还觉得不欢迎他 我就觉得他老是跟我的朋友 这种关系出不好的那种感觉 你们一谈谈两三个小时 生意上的事我又听不懂 我坐在那里又很尴尬 我在房间里面就看个电视嘛 他又不耐烦了 当时是谁说结婚之后 可以不工作的 我跟他讲的 我就说因为这边生意 结婚以后我们那个店子 生意也开始慢慢地稳定了嘛 然后我就说你回家去吧 我可以一个人承担 你就好好的把家里 家务超市好就行了 那在此之前他做什么呢 他也是在服装潮里面 做那个设计工作 我觉得专业是设计 我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 因为我当初创业的时候 也是一无所有嘛 然后跟他认识的时候 他也把自己的工作 那种专业也放弃掉了 然后跟着我一起去打拼 也经历了很多去风风雨雨 而且的话 家里面也反对我们这个关系嘛 谁反对 他父母 父母啊 就嫌我一无所有嘛 又是个外地人 就觉得好像他女儿跟着我 很难有幸福一样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还是顶着这股压力 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种感觉 非常难得 蛮感动的嘛 那你现在这个 但是他所有的都变了呀 我在家里面看个电视 他都要又要唠叨我 我也不是说唠叨你啊 我就是说你可以看看书啊 比如说你现在怀孕了 在家里面可以看一看一些 关于小儿教育的 有意的这种节目也蛮好的 总比你在家里面 睡两家玩手机游戏好吧 那就我不感兴趣啊 你看谁在家里面 不是怎么轻松 怎么自在怎么做呗 你们结婚这两年来 女生就一直在家里 过着这样的日子是吧 因为之前嘛 之前他工作稳定了以后 都没让我上班的 我知道 但是最近我们争吵太多了 我就自己出去 找了一份销售工作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你现在自己做事情了 对 他在外面找工作 我也不是很赞同 因为家里面也不缺这个钱 如果说他在家里面 确实写得慌的话 也可以到我公司里面 去帮帮忙啊 照顾照顾一下生意啊 蛮好的嘛 你跟他聊过这个 我跟他聊过 但是他就是不听 那他公司里面的财务什么 都有人 风光都很明细啊 我插不进去啊 我就觉得自己在外面做的事 自己喜欢就行了 自己开心就行了嘛 再说现在也有宝宝了 肯定心情更重要了 开心吗 还可以吧 还可以 至少在家里面 老是跟他争来争去的 那为什么争呢 就是一些小杂事嘛 就比如看电视 他说我是破罐子破碎 不撕进去 有一天早上 我就是没来得及做早餐 他又唠叨了 说天天冷过冷灶的 你是不是又想在外面买着吃啊 看你都肥成这样了 他说话真的是很伤人 我这个事情 我当时也给你道歉了 只是当时 我确实早上有事情要提前找 然后我还跟你说 我说你早上早一点起来 然后做点早餐 我吃了就出去办点事 但是他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还是在睡懒觉 当时我就有点生气嘛 就说了他两句 你这马上要当爹了 你高兴吗 感觉他不是很高兴啊 就是现在就感觉 自己在外面又忙又累 然后每次回到家里面 都想休息一下 放松一下 但是没累的 他这种无休的 这种怀疑和猜忌 我觉得觉得自己也蛮累的 我问你这是 马上你要当爹了 你高兴吗 高兴啊 肯定高兴 没看出来你高兴啊 本来就是啊 你高兴吗 因为宝宝是意外来的 我肯定还是想要这个宝宝的嘛 但是看他现在这个态度 就是不在你们的计划里是吧 对 这种婚姻我也觉得真的很辛苦 对我每天嫌弃这嫌弃那的 真的有的时候心里很憔悴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嫌弃呢 大概一年前左右吧 那你跟他聊过吗 没机会聊呀 因为他每天都回到很晚 他每次回来打电话一打打两个小时 要不然就是玩手机 我跟他说什么他都爱理不理的 我就觉得他态度越来越冷淡了 有一次他组织黄山旅游嘛 包的大巴 然后他又把我一个人丢到后面 他又跟一个漂亮的女客户坐在前面 有说有笑的 照顾人家吃的 照顾人家喝的 就感觉我像是透明的一样的 我这老婆都不知道这地位在哪里 所以人家旁边的人都说 你怎么感觉他们两个像夫妻一样的 我就觉得你太猜忌了 那次组织客户出去旅游 二十多个人在一个大巴上面 他作为我另外一半 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出来分担一下吧 忙前忙后的都是我一个人 他坐在后面动也不动的 我就觉得他不但不帮我的忙 反正还挑我的毛病 到服务区了他也是呀 我就上了个厕所 他把我包里面带的东西全部分给他的客户吃了 然后我只能买碗泡面 甜甜肚子 我跟你说了 你不要吃泡面 不要吃那些垃圾食品 你肚子饿了 你要吃什么 你跟我说 我又不是不给你买 反正我就觉得你现在越来越不在乎 我越来越冷淡了 他说他那会认识你的时候是大学刚毕业 对吧 当时这个女生吸引你的是什么 我就觉得他心地善良 然后有善解人意 很温柔体贴的那种 而且最难得的就是我在创业早期的时候 一无所有 然后还选择跟着我 现在十几家店 有十五六家吧 假如说在婚姻和十五六家店 你要做一个选择 让你关掉十四家 留一家店 才能挽回这个婚姻 你会关店吗 会 会啊 他没什么好啊 你为什么为他要放弃十四间店呢 因为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嘛 因为当初创业的时候 一无所有 我就想起来非常 你很感激他是吧 对 我很感谢他 因为我也是一个外地人 在外面 打拼也不容易 一无所有 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能够选择跟着我 而且还一无反顾的价格 我就觉得这份感情 非常的真挚 只是我觉得 我们结婚了 生意也开始不如真回来 但是 他在家里面 有时候闲得 就不再像原来那样体贴了 就觉得有时候无可理解 就觉得很累 我刚开始你不让我上班 在家里嫌得无聊 现在我都出去上班了 你又有意见 我到底该怎么做 你才满意呢 我也不是说 对你有些什么不满意 指责你 我只是说 你要出去走一走 多接触一些外面的人 不然你在家里面 待时间长的 也待出毛病了 这样对孩子教育也不好 你身上的缺点 你都自己看不见嘛 总之我身上有毛病 他有什么缺点 你自己就没有毛病 他的缺点是什么 有的时候心情不好 就挑我这 挑我那 我现在长胖了 他就觉得我身材不好 你觉得你胖了吗 我自己肯定也觉得 我很胖 那你觉得你这样胖的 丢人吗 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 他说多了 我就也有点自卑在这方面 好 所以今天好像这段婚姻 需要一个翻译 咱们要把夫妻两个人的话 都翻译翻译 看看彼此都要的是一些什么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很多人都觉得在一段婚姻当中 出轨啊 家暴啊等等这些问题是最严重的 其实往往不是 在婚姻当中最严重的问题 是一个男人在家庭当中的责任缺失感 还有 是在婚姻当中 夫妻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 这两点往往是致命的杀伤力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段话 我分享给男生听啊 你觉得这段话对不对 说男人理所当然 觉得我忍受得了跟你日复一日的无聊 我也抵得了花花草草的诱惑 你还要我怎样 你现在是不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我工作那么辛苦 我抵挡得了花花草草的诱惑 有一点吧 我也忍受得了日复一日 跟你的无聊的日子 你还要让我怎么样 所以 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吧 所以你就是用了一种 在爱情和婚姻当中 一种强盗式的逻辑理论 放在了这个家庭当中 结婚不只是说 我工作 我在外面主外 你在家里面 顾好家里的一切都行了 是需要相互彼此的关心和照顾 更何况 您对于妻子 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你看似对所有的人都有情有义 可是唯独对自己的妻子 对自己的枕边人是冷面相对 所以这个是需要您来反思的 还有 我觉得可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不能靠着感激过一辈子 如果你觉得这个日子是在硬撑 你的心根本不在这个家 和这个女人的身上的话 我觉得你要诚实地面对 这个才是男人的担当 而不是说 我念着你过去对我的好 现在我对你百般挑剔 那你让他怎么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而且他现在又有了宝宝 对不对 接下来来说女生 他从前说你温柔 体贴宁静 那现在为什么又觉得你乏味 无趣没情调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你结了婚之后 不是说进入了一个保险箱 已经有男人娶我了 我就可以不修蝙蝠 我就可以任意地自我放肆 那当然他会嫌弃你 不能懒惰 不能觉得反正我结了婚了 我在家就穿着睡衣 我也不用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漂亮 我也不用节制自己的身材 女人为什么每天都在活在 要减肥 要健身的 这样的自我斗争当中 那是为了获得一个更好的自己 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 找回自己 才能找回婚姻当中 趋势的那一部分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 有他很大的责任 但是其实归根结底 往深了揪 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对自己越来越 放任自留了 你觉得无所谓了 而且你也抱着 你觉得 你看我当时那么困难 跟你结婚了 我遇悦过了重重的阻碍 我嫁给你 你就应该一辈子对我好 没有谁是理所应该 一辈子对你好的 现在既然有了宝宝了 我觉得他说的有几点是对的 你对自己要有要求 要想怎么当一个好的妈妈 这样的话 我想你的状态 生活的状态积极起来之后 你们的婚姻状态 也才会积极 给自己蓄电充电吧 好吧 好 谢谢 刚才先生落泪了 我解读你的眼泪 并不只是怀念 其实你更多的是 觉得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你所向往的美好生活 这么多年 你所打拼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家 是为了一个你所说的 放松的生活 但为什么没有 反而越来越累了 按道理来说 共患难的夫妻 又没有出现其他情感的问题 这个时候是应该收获 美好的时候了 你们却不是 甚至有了爱的结晶 有了宝宝 你们依然愁眉苦脸 你们两个反复说着一句话 我回到这个家 要的是什么 轻松 你说我累了一天 回家要轻松 你是说我在家 我就想过放松的日子 我吃什么东西 那不就是怎么舒服 怎么来吗 你们都想让轻松 但是想要轻松快乐 我们不付出 怎么可能得到 你们恰恰犯了 同样一个毛病 一个错误 你们太坐享其成了 你回到家 为什么不轻松 因为你现在没有付出 你如果对她好言好语 温柔对她 关心她 体贴她 她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给你举一个小的例子 我嫂子在生完老大之后 身材一直没有恢复 她最胖的时候 一百七十斤 你能想象一个女人 一百七十斤吗 我很久没有见她们 然后有一天 我和她们两口子出来 我嫂子走在前面 我和我哥走在后面 我哥搭着我的肩膀 说你看 你看我老婆 多可爱 跟个企鹅一样 她心里全是感恩 我的女人 为了生这个孩子 因为当时孩子 怀孕的时候 就不吸收 小孩长得不好 所以妈妈就拼命吃 她吃得很胖 我哥是满心欢喜地感恩 说你看我的女人 多可爱 你呢 你心里只有嫌弃说 这个女人 怎么现在这么胖啊 那她为什么变胖呢 她现在在家里啊 她来守着你们这份家 你没有觉得她可爱 你只觉得她胖得难看 所以你没有付出 你明白吗 你付出的 只是你在赚钱 但是在感情上 在对她的这份奠念上 你是零 所以她给你的 就是让你觉得 觉得不轻松的东西 而女士你也说 我在家里就想放松啊 你现在赚钱了 我干嘛还要那么辛苦 我就想做我自己 喜欢的事啊 没有做想其成的事 我还是说到我嫂子 虽然她老公不嫌弃她 还说她可爱 但她很快地 就减肥减回去 她也不是说 一定为了这个男人 她让自己的精神面貌 更好 更自信 更阳光 她现在只有110斤吗 而你呢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做呀 你反复地说 你觉得她嫌弃你 你连自己都说出这份话 你也觉得自己不可爱 干嘛不付出行动 就算是怀孕了 我们也可以让自己 更健康 更阳光啊 所以你的这份 被她的嫌弃 真的和你自己的懒惰 不努力 不付出有关 我们都想收获轻松 那我们必须要付出 有规划 有行动的努力 你们差的都是这一点努力 所以加油吧两个人 都去替对方想一想 替这个家庭 替家来要出生的宝宝 多想一想 谢谢 每当有家庭主妇 在一个舞台上 控诉一个男人 对自己的嫌弃的时候 你首先得自信 你是不是一个 称职的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可以做 但并不代表 你可以脱离社会 封闭自己 也并不代表 你可以不学习 整天坐享其成 也不代表 你可以每天 蓬头垢面 而不导致自己 真正的称职的 家庭主妇 是百般无益在身的 懂烹饪 懂理财 同时还懂得 家庭的操持和家务 你扪心自问 你是个称职的 家庭主妇 你不是 那么你既然不是 你又有什么资格 去控诉别人 说别人嫌弃 自己胖 说别人没有责任 分明是你自己 变得不可爱了 你拿什么 要求别人来 强求地爱你 你一直在吃老本 吃当初 他对于你的那点感恩 如果那点感恩到最后 也化尽了 那你们 基本上也就可以离婚了 十个男人说 我老婆不用干活 可以在家里待着 有九个 不是真为了女人好 而是为了彰显 自己的虚荣 自己养得起老婆 老婆可以做家庭主妇 对于你来说 是件特别有面子的事情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不是把他搁在那 用自己的爱 把他包裹起来 包裹久了 迟早有一天 他会变成你自己 最不喜欢的那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真正爱一个人 不是把他搁着 而是要让他 像被子一样 时不时地拿出来晒一晒 拍一拍 让他跟你共同地前进 两个人在赛跑的过程当中 你总是说 亲爱的你坐这儿等我 我跑完一圈就回来 咱们一起走 这太容易了 但是如果你要带着他一起跑 不断地去鼓励他 牵引着他 那就比较难 你说呢 各一个女人在家里 太容易了 扔几个钱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要鼓励他 每天有朝起一样的生活 你不光是要付出钱 你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 带他去跑跑步 或者是去旅游 这才是内心真正的光 所以说 对于女生说 你要让自己变得可爱些了 别人才能真正地爱 而对于男生来说 爱一个人 请带着他一起跑 只有两个人齐头并进 共同都焕发生活的色彩 才能够彼此吸引他 就这样 你听懂没 听明白 你也听懂吧 听懂就行了 老师已经都给你们翻译完了 个人想着个人的努力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包红堂 真情六十美 我就觉得我们从认识到谈恋爱 到结婚到现在 想当初你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仍然能够选择跟我在一起 而且家里面那么反对 你都没有任何的这种犹豫 只是我们结婚以后 可能有些事情 确实在我这方面 可能做得不够好 陪你的时间少了一些 然后有时候说话 可能确实让你很伤心嘛 我以后一定会改 我希望我们以后 能够好好的过日子 如果你真能改 多给我一点鼓励 少一点批评 我也会努力地做好 更好的自己 为了我们的宝宝 我再考虑考虑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过门 看结局是怎样的吧 来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小花童有请 开心点吧 来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 好了 网友提问 我跟前男友分手半年 最近他又找到我 说过得一点都不好 一直忘不了我 想和我复合 当时分手 是因为我觉得他不够爱我 我现在特别纠结 要不要还和他在一起 其实复合并不是赌 对方在将来是否会改变 而是在于分手的这段时间 双方基于这个分手的原因 有没有想的透彻 有没有正确的修正 如果只是因为分手之后的寂寞 再次复合 那只能是一错再错 对的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